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法 三號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舉行公聽會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來討論 不過這一次選罷法主要討論內容聚焦選罷法 歷經多次修法 卻沒有考量原住民族的分布和區域的特殊性 不在其投票成為保障人民參政權的解頭之一 不過內政委員會的排審時間 也讓人民青年一開場提出質疑 討論多時的不在籍投票 必要性在於移居都會區就學就業的原民人口數 已經大於原住民族地區的人口數有50.38% 然而現行法規依舊將原住民排除在一般選區之外 即使今天被形同量票的只有一張票 被限制或剝奪這個基本權利的族人只有一個人 那他確實還是一樣是憲法所不允許的 單就保障都會區和非原民地區涉及 原民選民的投票秘密而言 我會盡量建議朝向由地方選務單位 主動去集中投票所的方向去規劃 不必限制在所屬的李林投票除了能排除人情壓力 也能避免開票及量票的窘境 不過在原民選區要修正的還有原住民立委的缺額補選制度 同一選區內缺額要達二分之一時才能補選 嚴重縣縮 原民參政權 達到兩個人缺額才可以補選 也就是說只有一位立法委員在全國性的原住民選區當中 替族人發聲跟服務 所以非常的荒謬 選舉政府總統還有立法委員的部分 也是以全國為投票的行使範圍 選票也比較單一 所以在整個政治信任度跟選務作業 如果可行性的前提下 本會也支持先行辦理原住民投票 以不在籍投票的方式來辦理 未來我們也會持續跟原民會這邊來加強 各地原住民服務的人員來達到 徵詢選舉人的意願 然後增加這樣的一個整病 哪麽